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机器纪元》其实是一部十分发人深行的好作品 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的 他抛弃往日帅气的形象 却依旧给我们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 在这部电影里,主角不只是人,还有机器人 在未来的世界里,地球已经受到了污染 不再适合人类的生存 在地球的高度破坏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下 机器人成为了人类有效的仆人和替代品 而人类也定下了规矩 机器人不可以自我复制 也不可以自动篡改程序 要完全服从人类的命令 虽然科幻类电影里,机器人觉醒反扑的很多 但是这部电影的切入点完全不同 这里,大多数人歧视机器人 对于机器人没有丝毫的尊重 甚至任意的毁坏 虽说机器物品作为无生命体 不属于凌辱的范畴 但电影把人类丑恶的行为放大化 也让人感受到恶心 机器人的意识开始觉醒 一开始以为是女博士修复了机器人 帮助他们修改程序 让机器人有了自主意识 但是后续我们知道 机器人真正的领导者正是机器人 公司派出杀手 竟然会是两个小孩子 这十分的出人意料 所以女博士毫无防备的被杀死了 男主角杰克醒来后 来到了远离城市荒芜土地 周围只有几个机器人 可丽儿和杰克一起跳舞 还对杰克产生了感情 这部分的设定已经说明 她的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 只是拥有了自己感情的机器人 还算是真的机器人吗 机器人和人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电影里,机器人是善良的一方 并没有对人类造成胁迫 或者是主动伤害人类 都是人类射杀和迫害的 他们觉醒后 也只是希望可以带着同胞异己 去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发展自己的机器机缘 杰克和机器人首领的对话 很是发人深信 这个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一直统治地球 那么在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下 人类的灭亡是迟早的事 机器人代替人类 传播文明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首领临死前也不过是在争论 想要讲述自己的道理和观点 和之前的科幻电影中 机器人威胁论完全不同 当然电影里的机器人 也没有想到可以威胁到人类的地步 最终男主角还是帮助了可莉尔 以及机器人自己制造的机械蟑螂 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将在没有人烟的地方自我发展 而可莉尔抛弃了人类的脸 也预示着他完成了自我 不再以人类的审美为标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很多不善良的人类 或许还不如机器 面对为自己服务 勤奋工作的个体 哪怕只是一个机器人 都不应该去歧视悔患 这是一项做人的根本 现在还没有环保意识的人 已经应该清醒了 因为如果不好好保护环境 很可能某天人 人类就会像电影中一样 面临着灭亡的危机时刻 科技被良好的应用 一定是可以造福人类的 但是创造科技的是人 应该维护环境的也是人 电影的警示意味 真的是十分难得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